嘿嘿 我聊四季 天鹽多個星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法蘭克對上日本 這場比賽是阿拉伯 好 那我們先來講文明的部分 日本 日本的工兵跟步兵 基本上是全滿的 那起兵比較不好打 他的一個建築 精進建築 有這個減免的費用 魔防 法木場還有這個採礦營地 都有這個減無私可勝的費用 所以前期可以省下這些費用 多重點田或是殘邪兵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那再來就是他的步兵攻擊速度 是全遊戲裡面增長最快的 好像也是增加33% 33%超高速的一個攻速 所以日本武士跟級兵跟劍勇 都打起來都非常的快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法蘭克 法蘭克的話主要能力是 免費農田技術 柴果汁有加成 所以他在前期來說 經濟會過得蠻舒服的 好 那再來就是他有這個騎士精神 以暴騎士來說也是非常快的 那遊俠本身可以到192滴血量 是遊戲裡面血量最多的遊俠 那比較特別的是他的直冰斧 算是法蘭克的工兵喔 那他的直冰斧 喔 直斧冰 這個直斧冰 能打的範圍雖然比較短 但是蠻適合打步兵的 還有這些其他的單位 那對他們工兵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法蘭克玩法算是比較 騎兵為主 但是如果你騎兵玩不起來的情況下 就有點難打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地圖的方面吧 地圖方面 目前看起來法蘭克還算一個不錯的位置 要圍的話也算蠻簡單的 但是墓區只有兩塊喔 那要這樣子圍這樣子圍這樣子圍 好 把這裡圍起來圍起來 好 這裡也是 再圍一個直線的 好 用這個正面就用TC連防 就可以了 沒什麼太大問題 反正是日本這邊喔 日本這邊看起來問題還蠻大的 很難圍阿 它要圍只能圍一個很長條形的 不然就是這樣子喔 圍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圍 圍圍圍圍圍圍圍 好 這邊就可能 都可以打 不然就是要這樣子圍過來 反正它的圍的投資成本會更大一點 好 那我們先加速一下喔 看一下兩邊怎麼打 GP配置日本是配三木 三木的話 比較算是20P 會有可能打這個 棒棒 是有可能的 但是會蠻極限的 OK 打棒棒 一下這個軍營之後 木頭趕快補 這個就是一個經濟的細節 OK 經濟細節補到8木 看情況可以補到10木 如果要打小弓的話 最好是要補到10木 這個是指雙射箭場的情況下 如果單射箭場的話 8木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有些會配到10木 但10木的話它田會灑的比較快一點 好 那這邊三棒棒過來 這邊兩隻伺候開打 兩邊都想要爭奪高地 看起來這個伺候日本好像要輸了 血量先口是日本 法蘭克這邊血量多一點 哎呀 還寫54D血啊 這個法蘭克天生的馬 就是血量比較多 好 但是日本的棒棒過來了 裝甲步兵也在升級 日本這邊封建時代 在神跑中夾之後 這攻速很快 可以很快的 把這個建築物給拆了 來看一下這邊能不能拆到 這邊要來打這個血掃的 木牆 你看這個血量 哇 掉得超快 哇 引進一半了 哇 超扯 兩個人說還快要修捕回來的感覺 這就是日本的步兵喔 攻速極快 希望不能被日本的步兵貼到 不然會被砍到頭部血了 好 那日本這邊是打一個 欸 雙射箭長是不是 欸 補到十二木了 十二木的話可能是雙射箭長 那這邊金的話如果是雙射箭長的話 可能要補到八金喔 那看起來沒有補金的話 就可能只是單純喔 只是把這邊村民喔 先暫時的挖木頭 待會要來灑田 那基本上還是石木的一個配置 好 兵工場 兵工場已經下了 但是金的話沒有補 所以法蘭科這邊 攻兵也是小打小鬧 並沒有要打一個 動真格的封建 雙射箭長 打法 好 看一下這邊 應該是沒什麼好看的 這邊加速一下 好 棒棒這邊 想要做操作 直接被射光 光甲直接死光了 然後這邊法蘭科學一定網右蓋 欸 他這邊有看好 我剛剛沒有看到這裡 然後這邊小弓過來 直接被追殺 好 這邊日本居然還出 洛馬 哇 想要蘇洛馬 打一個兩段分推 結果連一級射一級遠防都點了 在馬凱沒有點 好 這邊 有沒有人打過去呢 小弓走過來射一下 OK 拉掉殘血 村民往右走 大家記得在矛跟小弓都在家裡 吃猴在旁邊虎視丹丹 但法蘭克這邊 進攻 防守感覺還不錯 雖然沒有在進攻 但是 防守基本上把日本人的攻勢 全部打掉了 可以讓法蘭克 過得蠻舒服 好 這邊來一個 二一分推 下面引右 對手的攻兵 上面直接 進攻 但是 法蘭克已經點下了 城堡Style 這麼久農田加持的文明 雖然一級農田不會增加採食物的速度 但是 可以增加這個農田採得夠久 那到城堡時代會更明顯 這個一級農田的一個優勢 好 這邊 打一個木槍 來對對方 造成一個比較 需要花能力 跟木 跟這個 防子 去圍的一個支援 但看起來日本這邊 比較不好打 好 這邊的城堡Style也可以按了 日本也可以下城堡Style 小宮 有在繼續按 兩邊的小宮都有在按 現在兩邊都不敢 輕而 輕 太大意的感覺 這個 日本的小宮 是比法蘭克還要強 如果到帝龍時代的話 因為法蘭克很長 你看公兵只有二級 射二級遠白 其實真的是不太能打 東兵這個路線 這一道城堡Style應該還是在補下一個馬舟 然後打騎士 比較實際一點 好 那馬舟有沒有補呢 家裡沒有補馬舟 欸 點二級射 跟二級伐木 好 東兵往前 升級奴兵 看來是想要偷偷撤進去 太壞了 太壞了 家裡只留戰矛 但是日本看到這裡 欸 家裡只有戰矛 應該心裡有底了 看來弓兵應該是出發了 但是家裡也是要在場弓兵了 但是這邊弓兵升級可能會有點慢 因為他們這邊奴兵是 反而會不會先跑 那日本這邊的話可能要 跑囉 快快快升 好 趕快點下這個二級射跟 欸 奴兵有 有升奴兵 二級射奴兵 二級伐木 跟這個輪走 全部都點了 那法蘭克也是喔 兩邊的經濟配置來的速度還算不錯 這個細節都處理得還好 還蠻好的 好 但是這邊弓兵升級 還有八秒大量的弓兵直接往前A 好 OK 變成奴兵之後對射 弓馬直接上去運砍 弓兵全部死光 能在收掉一隻弓兵嗎 欸呀 日本這裡有隻弓兵殘血了 收掉有點可惜 3滴 好 但是法蘭克這邊 前面的弓兵全部送光喔 看起來還是要來轉這個騎士比較好 好 在家裡補下兩個馬就 法蘭克就是要打馬 不然要幹嘛 對不對 好 但是日本的弓兵其實有點多 十九隻喔 雙射箭場在開局 雙射箭場開局的話 這個大學要如何開下去比較重要 但日本是選擇先開TC喔 先把這個村民書拉起來 雙射箭場 並沒有一直在出弓兵喔 有點斷兵的狀況 並沒有一直把這個兵按到底 好 這邊 戰矛 自在無戰矛 毛兵而已 毛兵跟弓兵對射 這個毛兵沒有生到戰矛 防禦還是比較薄弱一點 好 這邊會死一村嗎 躲箭矢 躲得不錯 OK 好 大良騎士送出來 三隻騎士直接硬砍 防禦只有一防 但已經夠了 可能會死一隻 好 後面的騎士加弓兵 直接在後方想要做一個 正面攻擊 好 防禦大量騎士已經蓄勢來吧 在整個機殼喔 等他一衝進來我們就跟上 防禦大量騎士 防禦大量騎士表示 好 左邊衝進來了 赤猴先探路 弓兵直接撤 笑死 直接賣隊友啊 赤猴表示我沒有信我跑得快 你先跑啊弓兵 怪粉強你先上 弓兵表示 赤猴表示幹 居然賣隊友啊 太無情啊 直接跑掉 直接跑掉 好 反正看這邊 雙TC營運喔 第3TC還沒有補下 這邊喔 有點這個 不知道什麼花了 補石頭 好 這邊是有去蓋石牆喔 怎麼會少一個木頭 好 這邊稍微挖了一下石頭 好 補下這個3TC 然後日本3TC早就已經補完了 可以3個TC 順利營運 大學 還沒有補 這個大學還沒有彈道學 工兵的話 就沒辦法成為主力了 但日本這邊 是有出一點騎士的 哇 日本的打法制 我全都要套餐喔 連騎士的防禦都點下 品種也點好 好 日本的騎士 能不能打到東西呢 但是這邊其實有TC在防守 但是還不錯 欸 這個位置喔 這個弓兵 可以鎖到這個金礦區喔 挺棒啦 欸 這個是 法蘭克的主金喔 這裡沒有出弓屯七隻到鎖 有點尷尬 這邊可能還是要出一個比較好 不然這邊被鎖金了 然後出個 投車護兵套 直接防守 喔 不然這邊被鎖金了 哇 被鎖金 時間不停久了 哇 這個被鎖金鎖得很慘喔 好 但是日本 不然這邊被鎖金 反正這邊弓 受不了了 二級防的騎士 直接上來硬砍 騎士 直接打正面的騎士 那左邊的工兵也在追 但正面的騎士 日本可能抵抗不了 又沒有二防 沒有二防之外 血量應該是跟日 跟日韓 不是韓國 跟法蘭克一樣的 但是數量不夠多 沒有二防的關係 所以在這邊工兵喔 還是結結敗 法蘭克還在打過來 哇 法蘭克血量這很多啊 雖然跟日韓是120D喔 但這邊是二級防的一個騎士 直接包鐵打 硬砍 直接場地張托 日韓這邊全面崩壞 這邊在挖石頭 第四個體系開下來了 但是家裡基本上 沒有冰了 任何冰冰都沒有 大家選手中 補下了 大學補下之後 這個彈道血慢慢點 OK 這個彈道血點出來了 日本居然在出馬風 日本居然出馬功啊 馬功的話可能就搞頭 日本馬功也是蠻好用的 看一下這邊石頭 OK 這死了 好 那家裡穩冰值之後 法蘭克在家裡補下了一個修道院 看下他也是要來解決機了 換到是日本這邊修道院 是無憾秘補蓋一下 把城堡蓋在家裡的比較一個核心的位置 自己的主經位置 但其實自己主經也是挖得快差不多了 那這個城堡主要是來守這個農田 跟金框位置 還有TC的防守而已 並不是真的要守到太大面積的一個位置 雖然我覺得這個城堡往前蓋一點會比較好 像這個高地啊 或是這個高地都還不錯 一個門面上的一個位置 他進攻選擇路線會比較少一點 但這邊高地看起來是比較高的 如果蓋這個位置的話 對方把城堡蓋這個位置 就很容易高打低了 那法蘭克的城堡也是 這遊戲裡面最便宜的一個文明 城堡的造價好像只要480石頭 非常省 欸結果日本真的蓋這個高地 完了 那法蘭克 城堡蓋這個高地了 地空時代就可以高打低了 這個高地很明顯 是比對手高地還要低一點 如果城堡蓋這裡的話 好 那法蘭克騎士還在補 補到了16隻 但是日本這邊有出一些生女要來反制 但是要被砸了 哎呀這邊是要來撿一件生女啊 看來沒救了 好 正面城堡蓋一下之後 應該可以收到頭車 跑不掉 好 OK 好 這個馬公爵子只有出一隻喔 並沒有出太多 那優先上帝王時代是日本 那法蘭克由於出太多 黃金跟肉量消耗的蠻大量 欸結果這個遺跡還是要被硬幹走啦 哼 直接在法蘭克的眼皮下幹走這個遺跡 太無情了 好 法蘭克這邊騎士 啊 被砸死了 直接著想 能找到嗎 還要再歐一下才可以 這個歐應該是歐不到了 好 兩邊都有出生女生女都在往前 哎呦很恐怖 要被砸到了嗎 哎呦這個老頭 應該跑掉 好 門面補下了一個城堡 好 王舟某面還是要一個城堡頂下的 好 門面沒有城堡很容易就被打出個洞來 就會 就會破大洞 喔 但是日本這邊公兵直接往後繞 射了蠻多的村民喔 三村 四村 五村 哇 這裡五個屍體喔 五村直接倒地 那這個TC也是有點能蓋起來 然後等這個奇兵拐移支援才有可能了 好 後面那個突襲喔 讓正面那個前面軍隊喔 稍微減少趨勢 那日本這邊準備出日本武士了 沙姆賴 沙姆賴果然還是日本的核心單位喔 出一下啊 就是喊這個日本騎士喔 不 韓國騎士 韓國騎士 我一直在講韓國為什麼 呵呵呵 反安克騎士喔 喊這個反安克騎士 感覺效果是不錯喔 而且是出這個吉兵喔 日本的騎士搓反安克騎士喔 會超級痛的 攻速太快了 好 但是這邊 日本把大量的弓兵喔 躲在這個位置 那大量的法蘭克騎士呢 不太敢群舉萬動 好 這邊村民可能要被少女招走了 OK 招掉 好 投資車的出量有點多喔 來到了四台 來 那這邊 法蘭克還是想要找個地方進攻喔 那這邊可能是個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這個 房屋 還有這個房屋 看起來在走段路 欸 結果這邊被城堡設施一隻騎士 尷尬 這個是日本的一個射城房 哇 這個傷害很高啊 但 法蘭克 殊不知裡面還有個城堡 所以法蘭克在這邊進攻可能是有點徒勞無功 好 投資車過來直接包掉 全部的弓兵 OK 那這一堆騎兵 用少量的單位喔 就可以換掉大量的弓兵 好 日本上級射也點一下 那二級 變甲也在點 哇 這就是雙兵工場 在爬科技啊 好 爬科技居 爬日本武士數量越來越多 但是三版還沒有好 好 騎兵先來抽掉這一個 大量的疾兵直接過來搓 大量的疾兵直接過來搓 日阿法蘭克騎士瞬間倒地 大疾兵升級好 哇 投資車也要逃難了 投資車對抗這種垃圾兵也是蠻脆弱的 然後神呂這裡也不知道該不該招 招也是招了一些疾兵而已 哇 日本這邊用疾兵打掉大量的單位 賺來了 然後日本武士正面進攻 不怕箭矢的攻擊 直接正面硬扛 但是沒有三版喔 如果三版會更好 我也日本武士直接在裡面 你家就是我家 直接開Party 但是發現裡面什麼都砍不到 哎呀 走了空虛 什麼都沒有 但騎兵慢慢往右側兵走過來 虛型抽死機沒有造 還在造日本武士 日本武士先優先的事情是 來砍這個修道院 修道院直接把遺跡砍了出來 日本武士直接怒砍一波 提示倒地 三版點下 三級攻也點了 日本武士還在輸出 哇這三重很高 二刀流 日本武士 咻咻咻 咻咻 好在那邊追村民 我一定來追 我一定來追 看來這邊差一刀 沒有三封 還是有點慘的 OK 沒關係 三弓現在補下了 看來是法蘭克 開始出這個 指輔兵喔 指輔兵的話 對我來說 是法蘭克的一個工兵喔 雖然他射程蠻短的 那他是可以有效抵擋這個 對方步兵的進攻 那剛好點康特 日本武士喔 但日本武士同時也是 康特寶兵的一個單位喔 所以康特這個指輔兵也是效果非常好 那日本這邊 看來要來用這個指輔兵 指 用這個日本武士 當個主力喔 那還這邊還要點馬弓 哇 日本這邊這麼有錢喔 可以點日本武士精銳 又可以點重光馬弓 真的是蠻有錢的 好那這邊指輔兵直接開戳 戳掉一些單位 指輔兵這邊稍微拉打一下 做一下操作 那順帶一提喔 指輔兵的升級喔 並不是工兵升級喔 而是這個步兵單位升級 所以如果要玩指輔兵的話 記得要去升這個工坊 那這邊法蘭克的工坊還沒有升完 那日本三級伐木也點下了 看日本精銳武士 遠方有武 攻擊力16 那攻速很快喔 看一下日本武士這邊 要怎麼進攻 三台巨頭研發好了 這面開戰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法蘭克城堡一直往前蓋 哇這個指輔兵數量有點多 23隻指輔兵 但是日本已經有馬功了 馬功對這個指輔兵的傷很高 而且有個優勢在 日落武士直接往上硬貼 哇靠瞬間倒地 日落武士砍個兩刀 指輔兵硬身倒地 瞬間打出了聚聚 好慘喔 指輔兵 好慘喔 這個日本武士砍的也太痛了吧 直接蒸發 連袖操作的空間都沒有 被貼到就完了 哇 日本武士不畏劍塔的 不畏這些城堡傷害的傷害喔 直接硬砍 這個充滿日本武士的軍手 直接正面硬鋼 哇 這個傷害看起來真的蠻美麗的 看來 最近我應該要來練日本喔 日本真的是一種浪漫 來看一下經濟喔 經濟方面 日本這邊配置是比較好一點的 食物木頭 全部都完色 黃金 全部都是阿 基本上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個村民術 看起來也是比較多一點的關係喔 這個經濟直接拉滿了 並沒有一直在做騷擾 那達哥最終決戰 法蘭克則是這邊經濟上出一點問題喔 不然一直在轉兵的關係 所以自己的阻力也轉不出來 這個遊俠也是轉不出來 雖然這邊轉遊俠可能會很慘 因為日本有這個級兵 所以法蘭克這邊的打法會有點尷尬 出這個直斧兵 嗯 不確定是不是個好選擇喔 但如果出直斧兵的話 可能要再搭配一些戰毛 去點這些馬功比較好 但是這有點事後論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囉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